以及换我们这个香辣虾这道菜 它选择的这个虾不是随随便便 任何一种虾都可以吧 对 当然了 因为咱这个虾呢 等于要聚会炸制 这个炸的虾呢 一定要这个皮薄 这个你炸起来之后呢 你可以这个连皮一块吃的 酥酥的 如果你有这个猪虾 比如说那个猪蝶虾 你炸的吃就不好 因为那个虾还挺硬的 你炸完之后呢 你还要剥皮吃 是是 还有一种就是一种小肋虾 大一点肋虾的话 皮也是很硬 因为虾皮呢 就炸起来之后就是不好 嗯 那今天我们选择是白虾 白虾 这种虾呢 这个皮比较薄 嗯 首先把虾开一下背 皮薄的虾呢 特别适合这个炸制吃 开背呢 主要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便于入味 嗯 再一个是呢 可以这个把它的一些这个 比如因为虾里面一套纱线 它吃在嘴里呢 口感非常不舒服 这个可以把它就直接就 一炸的时候把它炸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虾有大的话就不适合做这个菜了 比如说搭配虾的话呢 就不适合做这个菜 嗯 你要把它切断了 而且做这个菜呢 显得比较浪费 先把配料切一下 这是一些芹菜 研究 今天这个配料呢 我们是用这个尖椒和芹菜来给搭配 有特别的讲究吗 这个芹菜呢 这个味道比较那个 清香 对吧 这种做到香辣的呢 可以换 在这个吃辣椒的时候 吃这个虾的时候 吃一口芹菜 清香苦 嗯 这种用的这个香脆椒呢 就是超市就有耐的 这种橙袋的橙盒也都有 嗯 它本身就有味道 这个 不是很辣 但比较香 挺好吃的 哦 哎 这个准备起来也方便哈 也容易 就超市里买一袋就可以了 是啊 哦 这道菜呢 是一道用油炸的菜 如果要是不想费那么多油 煎一下可以吗 煎一下也行 但是煎不着 煎不着那么丝脆 哦 给它上一下水 哦 现在我们在这个虾上呢 是撒了一些生粉 这个作用是 就是 就主要让它脆 这个 这个 它这样粘上松的肉呢 虾齿更脆 嗯 你要直接炸的话呢 也可以 但是它很容易处软 哦 因为它里面有水 这样弄上这个 这样的干粘粉之后呢 它就不容易回软 嗯 那这个炸那个虾 对油温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有 也是要高温下去这个 下雨锅炸定型 然后呢 这个 进熟之后 油温再升起来之后再浮一下 嗯 就外焦里面 两次炸啊 经过一次复炸 对 因为油温高 这个下雨下雨这个虾呢 嗯 它会炸定型 但油温不要太高 一般有七层就可以 哦 对吧 炸定型之后呢 这个 然后给小火 进熟了它 然后再捞起来 再大雨上一层再炒一下 哦 如果一下油温低了下呢 它会这个 粘连 又是粘连在一起 嗯 这个 我们就把它吸油 这样炸不脆 哦 这个油温的把握还是非常关键的 哈 好 油温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 下一下 嗯 下的时候呢 要一个一个的 一点一点下 然后再放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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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它粘连哈 对 因为比用外面粘了一层松粉 嗯 嗯 现在这个一炸制呢 已经定型了 定型这个 很漂亮的颜色 很漂亮 对这个加了很容易熟的 它基本下来就差不多 嗯 嗯 那把它捞起来再 空一下 油温高一高 好 这是第一变炸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虾变色以后呢 这个虾皮已经很酥脆了 嗯 为了让它这个感觉更好 待会还要复炸一下 这个复炸的时候 我们要等一会儿 等这个油温 已经升到 可以再下锅的时候才可以 那边要瀝干油分 哎 我们看到拍了一些干粉之后呢 下锅炸出来 这个虾腿确实是不一样 哎 现在再把它虾也冲炸一下 嗯 油 我们看到因为要经过两次炸制呢 所以第一次炸制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对 啊 表皮一固定 一变色 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瀝干油分 现在呢 接下去 去把这个蔬菜和虾一块 炸一下 就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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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现在呢我们再在锅里加一点底油 底油 这个蛋片炒一下 炒香 蛋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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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入这个炸好的虾 嗯 再加一点这个辣椒油 嗯 嗯 哦 我们有这么多辣椒 它还是要加辣椒油到 对 加点这个酱油 加点生抽是吧 嗯 嗯 这时候把这个这个酱油倒进去 哦 本来我以为就是干炒 那现在还是要加进一点酱油 要加酱油 因为要 要有这个 咸味 嗯 有一点那个汁水啊 来 对 因为这个酱油一烹了 这个它酱油的酱香味 嗯 这个它那个酱油就是足够的 好 摆下就好了 可以 好 哎 这个装盘 香啊 嗯 一种干香味哈 虾的清香 还配上一些青菜的这种复合的味道 让人很有食欲 今天做的这道菜很成功啊 露出了这个自信的笑容哈 香辣虾的做法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它的烹饪要点吧 首先要选择新鲜的皮薄的白虾 才能确保炸制的虾酥脆 其次 炸制虾时 要将干淀粉均匀的 薄薄的 撒在虾的表面 确保高温油炸时 淀粉不会